这一部片子的片名也和《十二》有关 那就是惊悚片《十二星座离奇事件》 尽管该片聚集了佟大伟 甘威 乔任良 柳妍等偶像明星 但是《十二星座离奇事件》可不是一部青春偶像典业 钟主演在现场又是上演催眠大法 又是现场表演魔术芒的不亦恶乎 原来大家都是沿袭了自己在剧中的人物身份 才做出了这些特别的设计 一起去看一看 在新片中 乔任良饰演一位魔术师 进足前他特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魔术手法 不过从当天的汇报演出来看 乔任良虽然表情到尾 但这手上功夫还有些声色 另一位主演佟大伟则把心理一身的神秘感 从戏里延续到戏外 在记者会现场 佟大伟趁着昏暗灯光 三下五除二就把甘威催眠了 为了判好十二星座 主创们不仅学习了新本领 还卧心肠胆地制造惊悚效果 内幕死的时候死得很痛 因为全是玻璃在我片里上面扎的 然后还有拖鞋在我身上 你整个这次演习的感觉 而且凌晨几点拍的吧 我就觉得我真的死了一样 没有提升 我自己亲自操刀 我就直接让我的经纪人 让我的公司的人 就先让他们出去 我看他们不让我赢 对 再来我就问导演 保险还没有 我在店去切到我肉 还自己做效果 就不过我就觉得很到位 只是这重口味的惊悚片 还没和观众见面 就先把自己人吓唤 因为拍完这个戏 我对确有一些新的情绪 我认为导演老大 我们突然心里 还有两个是把我自己给吓唬 这比较适合 刚刚开始交往的情绪 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娱乐新天地张子玄北京报道